观众五安 欢迎收看U间TV 12005件新闻 我是徐珠贤 新闻时马上来关心就是台美台风的最新动态 这张气象局在上午的11点半 已经发布了台美台风的海上警报 而目前最新的状况如何 马上交给气象主播 海音来告诉我们大家 海音 好的 主播 现在气象局已经发布了 台美的海上台风警报了 所以现在开始整个海上的风浪就会变大 一定要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了 那目前台美的位置呢 是在距离我们还有800多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13公里转24公里的速度 朝西北的方向前进 可以看到几乎是直扑着台湾而来的 那其实前两天呢 台美的速度算是走得非常慢 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正在回转 那么今天之后呢 整个速度就会加快了 那目前台美台风来说呢是青台 那其实它增强为中台的几率 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但是提醒大家 台美台风整个外围环流非常的广 那预计最快今天的下半天 到晚上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布 我们整个的路上台风警报了 那其实台美台风风雨最大的时候呢 就是在明天的下半天 到星期四的上半天了 整个北台湾首当其冲风雨最大 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 就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那我们接着来看到云图 之前有提醒过大家了 整个台美台风它的外围环流非常的广 所以当它接近台湾的时候呢 夹带的雨势是相当惊人的 那么明天也就是星期三 是我们农历的7月15号 那也是大潮哦 所以提醒大家 到时候台风接近的时候 整个沿海低洼地区都要沿防淹水 还有甚至海水倒灌 这一点都要特别的小心了 那么其实台风它的行进路径 可能是会从我们的东北角登陆 或是在北边擦身而过 这两个机会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像是宜兰还有新北市 首当其冲风雨一定是最大的 那还有一点提醒大家 星期四之后台风逐渐远离 到时候可能引进西南气流 所以到时候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中南部的雨时会最明显 还有可能来到大好雨的等级哦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受到淮雷游的影响 已经出现了一些累计雨量 我们来看到累计雨量图的部分 其实可以看到整个新北市的巴黎 还有林口还有卢竹呢 今天上半天的累计雨量 就已经来到100毫米以上了哦 可以看到这一个部分都呈现了红色 来到100毫米以上 那么今天其实呢 像是高雄还有台南地区 早上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瞬间大雨 提醒大家今天的上半天的时候呢 其实气象局已经发布的是 豪雨特报 整个苗里以北 今天都有机会来到 100毫米以上的豪雨哦 那么今天的话 其实都要提醒大家 雨势越晚会越明显 而且呢风雨会越来越大 那最后在几点小叮铃提醒大家了 其实最快的话预计 今天下午就会发布 我们整个路上的台风警报了 那雨势最大的时候就是在周三晚上 到礼拜四的上午 这两天的时候风雨是最大的 会不会放台风价呢 机会相当的大 还要再持续的观察 那么这几天的话呢 其实台美台风雨比风大 雨量相当惊人 都会达到大豪雨等级 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做好 我们的防台准备 那我们也会随时为你掌握 整个台风的动向 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